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不过最好的时候转弯更好 罗有志从社会新闻 偶尔讲一点娱乐八卦 到这六年专攻政治评论 以及这三年两岸国际的评论 他感到很过瘾 也让他有了更宽广的视野 他自豪到目前为止从来没有拿钱办事过 表示想趁着记录还算干净的时候 往新的领域自媒体去开发 罗有志去年在台北市长选举期间 担任政论节目大新闻大爆卦来宾 因为不满节目长期集中攻击单一候选人 认为有失媒体人专业精神 愤而在广告期间拔脉走人 这次事件之后 陆许有几位老板要出钱给他开节目 做政论 却发现内心最真实的声音是没有很小 直到今年过年后 罗有志的一群在做网红事业的朋友找到他 问他有没有兴趣做自媒体 他想了又想 觉得是该做自己了 于是开始着手进行 罗有志透露 未来应该会从YT的中午直播开始优化 谈言想做回记者 重新做调查采访 至少每个月一次接受爆料 投诉 要大家拭目以待 罗有志2016年和于美人传出任爱 事后他澄清自己只是于美人的护花使者 并替于美人还家 表示他私下个性一点都不强势 反而温柔地令人印象深刻 不料之后却惊爆罗有志经常上三例主持人陈斐娟的节目 被媒体跟拍长达一个月 传出二人有不寻常关系 网友都紧张告诫他 与美人要生气了啦 对此 罗有志和陈斐娟终于发亲密照 公开二人关系 与美人自从离婚后 感情世界一直呈现空窗 16年 他在脸书发出一名西装笔挺的男子的背影 画面中于美人勾住男子手臂 转身参笑微笑 并写道好紧张 好久没有挽着绅士的手进电影院了 更劲爆的是 台客名嘴罗有志马上透过脸书澄清 媒体报道 于美人勾帅男看电影 影射为本人 特赐澄清就是本人 其实 于美人和罗有志二人都面临过失败婚姻 于美人已离婚收场 罗有志则前主播梁丽打离婚官司 不过也有网友怀疑 该男子是于美人龙凤胎儿子麦克斯 不过于美人说 儿子要上课年 还俏皮回应保证不是全连先生 就是不揭晓身是男身份 不过从此 罗有志就被外界当成于美人的绯闻对象 连他上于美人节目国民大会 与美人还会公开调侃罗有志 使他无缘男友 罗有志之后 经常上陈匪娟主持的三立五十四新观点 畅谈新闻时事 二人因而被狗仔跟拍长达一个月 并惊爆交情匪浅 有不寻常关系 罗有志担忧消息被媒体抢先披露 深夜赶紧披露和陈匪娟的亲密贴脸照 并公开二人关系说 去年某狗仔告诉我 他们跟拍了我一个月 他惊讶问 为什么要跟我 对方才笑笑惊爆 因为我们收到你跟陈匪娟在一起的消息 罗有志好气又好笑追问 结果呢 狗仔哀怨回应说 跟了一个月 发现你们生活真的很乏味 跟不出个屁 让罗有志一连说三次乏味人生 并贴近二人真的只是很好同意 大家常常开心吃吃饭而已 绝不可能衍生暧昧情愫了 陈匪娟也写道 哈哈 与其让狗仔拍 不如我自己P.O.有看过 桌子这么大 人这么少 菜爷的晚餐吗 录影完 肚子饿 和罗有志一起吃卤肉饭配小炒 去年主播周玉琴 和政治大学副教授赖月间结婚 罗有志则爆料 两人其实半年多前才开始交往 南方常做爱心便当 打动了周玉琴的心 点头愿意在一起 罗有志更大方说 爱心便当 仔细等待 确定恋情 我想这两位逼人是深思熟虑 真心相守的 这半年来看着爱情萌芽的我们 真心祝福着 我不会哭晕在厕所了 据台湾媒体报道 资深媒体人罗有志 与东森前主播梁丽结婚一二年 夫妻俩人谴恩爱 梁丽2013年被曝在日月谭云品温泉酒店 Spo馆要求饭店服务人员下跪 当时罗有志还帮腔老婆 但她又上节目镜自曝和梁丽已分居五年 对外却要装恩爱 两人寓一字 但早在分居前感情已不合 共当了九年假面夫妻 让他坦言好累 罗有志在节目中表示 对儿子教养看法分歧 是夫妻俩不合的导火线 他说儿子出生后 岳母主张外孙一定要念私孝 学钢琴 对当时还是记者的他来说 月入五万元根本负担不起 但妻子顺从妈妈 于是夫妻感情产生裂痕 他无奈说 结婚十二年 感情不合四年 最后分居五年 等于当了九年的假面夫妻 他提到 分居后每一天都在编故事 就像每一天在帮自己写新闻稿似的 好累 有次录影前 他编了一段与儿子吃早餐的故事 却被化妆师吐槽 你都不知道 你儿子跟你老婆去日本玩了吗 录影途中 主持人郑红仪秀出他全家服照 看到儿子小时候模样 罗友志瞬间泪崩 节目一度中断录影 由于二人都是公众人物 也经常进出电视台的化妆间 罗友志老师会被问 你怎么没带老婆去吃饭 并私下议论他们的关系 让他不知道该怎么回答 罗友志提到 虽然现在妻子同住屋檐下 但二人完全零互动 连妻子和孩子出国都不知道 他为了要掩饰夫妻俩的貌和审理 自己会把前一天录影的便当带回家 隔天早上再装进便当盒里 假装是妻子准备的爱心便当 这样的日子一久 罗友志自爆罹患的忧郁症 一度还有轻生的念头 他还表示 如果我真的结束生命 太太是不是会带着小孩到灵堂前 看我的照片 跟小孩说我是他爸爸 夫妻俩关系不好 连带也影响了他和孩子的互动 罗友志说 虽然他们同住一个屋檐下 但自己不能跟孩子单独相处 就连带孩子出门 还得经过妻子同意 为了想要赶快解决这个问题 罗友志在节目现场直接问 童奸罪是必然离婚的要件吗 谢震武一听立刻制止 现场的刘维廷律师也补充 无论是老公或老婆犯错 做错的哪一方 是不能肃请离婚的 当场让罗友志打消 这种奇怪的念头 罗友志事后受访 仍相当挺妻子 他表示良力在家庭和老公之间 找平衡点 一个女人嫁 真的很辛苦 小孩现在也是跟住妈妈 被问到为什么公开分居一事 他说 我想让老婆知道 我们该把门打开 至于良力在下跪风波后 退出新闻圈 记者昨天致电给她 电话进语音信箱 无法取得其回应 中日混血美女主播良力 曾于2013年 被爆料在台湾知名温泉酒店 勿抢员工下跪道歉一事 随后遭到电视台惩处 并调离主播台 形象一息全悔 不过 消失在台湾银光幕十年的良力 这期间不仅转行与日本朝日电视台合作 近年来还重返台湾校园攻读硕士学位 并担任戏上活动的主持人 无论是近况还是外形都相当完美 据了解 良力自2013年爆发负面风波后 重新出发 并和日本朝日电视台合作节目重拾主持棒 虽然不在台湾银光幕亮相 但良力依旧持续在经营社群平台 除了主持节目 良力也攻读台湾科技大学管研所 不仅参加校内大大小小的活动与主持 还亲自替台科大设计帽体 生活过的多彩多姿 早前良力回到校园 并担任台科的主持人 并分别用中 日文写下心情 给了我不一样的世界 更勇于面对挑战 创造许多珍贵的回忆 获得粉丝们的加油与鼓励 谈到良力 许多人都想到他和前夫 资深媒体人罗有志的婚姻 当时良力一爆发风波后 罗有志多次公开户外 直到2018年 罗有志才在节目上松口 已经和良力进行离婚官司 长达十年的婚姻确定结束 对此今日新闻 也致点罗有志 关心与前妻的近况 罗有志则表示 我不回应 好了 今天的故事就说到这里 如果你想了解更多咨询 欢迎点赞订阅我们